Miss Lea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 Lea 今日跟大家說這隻兔仔 兔仔的材料包 在我專業的勾勾勾織織織 小手工大心血那裡都有 而我這隻不是用材料包的線 是用台灣線 而这款台湾线和材料包一般的线的分别 这款就比较亮 其实这款没有那么容易铺陈 但是放得久大家都会有陈的 这款就比较容易用布抹 这款就小心点不要太厚 说一下这款兔子如何做 除了材料之外 这款兔子的特别之处 为什么我会介绍给大家 这款兔子是肚女 我介绍这款 肚女也是穿裙 它有顶帽 但这个顶帽就不会脱 我这个就钉住它 即是缝的时候就缝上它 因为它这个顶帽 这里也是缝上去的 但它颈部这个位置也有顶帽 其实前面有扣 它好像有扣着 就在后面这样粒粒上去 但是我就钉住它 因为我不太喜欢顶帽 会脱出来的 好像一些毕业帽 我都会用针子挤住它 我为免小朋友 搞我的针子 我会用针子缝住它 这里 勾这个地方 也是一般不同的方法 在这里 大家会学到一个新的 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小兔子还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它这条裙子 都会由上面开始 好像量身定做 但也有图解 如果每个人手中手紧不同 你发觉裙子太紧或者太松 你需要自己调节 因为缝了身后 才缝上裙子 然后勾裙子 从脚部开始勾到脚部 然后将对手浮上去 对手不需要浮臉 在这里 进一点就足够 否则会拱起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缝脚 因为它是扁缝 你要注意它要向前 这个就是缝错了 如果它这样摺的话 就缝到旁边了 你看看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留意这个地方 因为这只脚 跟一般公仔 不同的做法 而且都没有入眠 那今天的介绍就是这么多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按like 或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